4月6日 天气晴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还记得刚拿到这本册子时 我就迫不及待地把节讯日圈起来 开始一天一天地划掉日子 一开始 我跟其他人一样 对替代艺充满着刻板的想象 还记得刚进成功领时 头发被剃掉的那个瞬间 好像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分队长用严肃的口吻对我们喊话 你们在这里没有身份 大家一视同仁 一分队长好 一分队长好 报告十一分队长一分队应到十三元 在成功里 起床训练 吃饭 睡觉 一切都是那么正常有规律 刚开始这样的生活让我很不习惯 但熟悉之后 我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才发现干训班并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那样 无论是训练仪态的基本教练课程 每天的三千公尺 大育老师的有氧课 再到体试能于成长度 干训班的活动丰富多彩 我在这里学到的 不仅是健康有秩序的生活 更学习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重点是 我还认识不少志同道合的队友 大家一起打打闹闹 同甘共苦 无形之中 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 很多人说 替代艺不是冰 过得很爽 我现在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 当他们看到我们干训班的训练成果 一定会刮目相看 我以身为干训班为荣 从这里出来 我才明白 精实的训练 才能让我真正的成长茁壮 未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想 这就是替代艺存在的真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